傍晚十分小吃店刚营业不久 许多民众就闻香而来 老板跟员工料理的手更是忙得停不下来 这家为在乌日新翔街的 粥类跟蛋包饭小吃店 由于用料实在加上物美价廉 因此开业至今 人气始终抢抢棍 这种乌拉鱼很好吃 我爸爸说很好吃很棒很厉害 蛋包饭有吃过吗 蛋包饭有 鱼的口味怎么样 也很好吃 对他们家东西都很好吃 在广东粥里面汤头算很重要 它的汤头熬成之后 它来煮粥 所以我觉得说它吃起来 不会很甜也不会很咸 也不会有那种 味精吃多了会口渴那种感觉 老板赖昆虹表示 原本从事装潢业得四处奔波工作 但也会想多陪陪家人 加上喜欢研究料理 因此13年前他在乌日开了这家小吃店 生意相当不错 为了回馈乡亲 赖老板特别将店内招牌菜 皮蛋瘦肉粥 咖喱蛋包饭 以及茄汁蛋包饭 推出做优惠 原价60元 现在只要39元就能吃得到 在这边做久了跟很多客人 已经变成很好很好的朋友 他们都叫我说 也更希望说能让更多人 吃到我们的东西 对 让更多人知道说 我们无日在这边有这么一家店 对 然后所以就特地不齐成本 然后就希望说大家高兴就好 从现在起到8月底止 店内这三样招牌料理优惠